在民國九十四年開辦的 羅杜先生 未來會出現重大改本 原本規定年初三十五年以上的 羅杜 六十歲退休的時候 不可以一次領回退休金 必須按月來領 我跟這個月這樣不下禮 羅杜先生已經表示準備要修法 整個一次請領的選領 以及六月份會送到行政院 羅杜先生 兩千塊五年以上 規定老闆每個月要幫羅杜 百新水的六趴 一批到 羅杜先生 勞工 我們也可以自己破六趴 現在整領六到六十歲 現在退休年初十五年以上要退休 靠州裡面所有的錢 每個月來領 沒辦法一次領了 這整領一直給予平 所以羅杜先生 現在決定要修法 整個可以一次領的選領 這項改變可以說是 羅杜先生 進入到以來最大改變 高級有九百五十四萬的六趴收費 多一點選項當然好啊 讓勞工自己支配會比較好 因為你這樣繳有些人繳的年數跟金額 都不一定 也許他一次領就可能幾十萬 你按月領每個月領沒有多少錢吧 過去這麼多六趴碗碳 靠州裡面是六趴的錢 應該由六趴自己決定怎麼用 不過政府當初的行為是 稍微等一次領請 投資失敗 要是讓驚人開了 後來經濟安全就失去保障 反而會變成社會負擔 不過羅東部現在認為 目前羅報年金法已經中路 一定可以選擇 每個月來領錢 所以決定要來修法 羅東部最近也會請 羅資相同也跟學家作為討論 記者君榮光家報 台北報導